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看的是欧洲各国现在想尽办法节能省电 那么由于很多新的措施 在这个周五就要启动 因此我们一起来关注情况有多严重 在欧洲四成天然气 四分之一的石油都来自俄罗斯 现在普京报复性的斩断供应 因此必须能源准节 比利市有民众加装一种叫做 加护的智慧节能系统 它在没有人的房间里面 会主动的把这个暖气的温度调到很低 而从23号开始 法国是省电关灯大变革 在公共区域提早关灯 同时降低暖气的温度 公共的温水游泳池也全面降温 甚至巴黎著名的地标巴黎铁塔 都会提早洗灯一个小时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让欧洲物价与能源飞涨 各国绷紧神经 准备迎接又冷又贵的冬天 接近比利时边境的法国热门市 假日采购民众发现停车位变少了 比利时民众为了省钱 跨过来采购 在比利时民众加满油箱 都要比在法国 多付约47%油费 辛苦跨境采购 省下的钱可以投资在哪里呢 这位比利时民众为了冬天省暖气费 加装智慧节电系统 当地市价约50到100欧元不等 智慧节电系统可用手机调控 没人活动的房间暖气量可以降低 资助比较省电费的不止欧洲常名 精品夜门市也开始改变 LB母公司路易遇动集团 宣布一年内省电10%的目标 打烊后门市灯光尽量关闭 巴黎商业大街夜晚可能不再璀璨 就连地标爱菲尔铁塔 都要提早一小时关灯 希望节省4%的耗电量 roads不 갖고 garden 再次灯灯光尖堤的 bomb灯光尾 明天亮汗阳光尾的 FosterL 公司灯cope Jo 他们要求他们进行同样的地方 我认为他们会接受 我看不到怎么能说 冬天家庭取暖能源费用 预估会占取家庭总收入 5%到10% 想省电省到极致 或许可以参考这位日本大姐 十年来日本的电力公司 无法向她收电费 即便简单反光板 不锈钢厨具 在太阳直射下能聚热 温度并不低 62岁的藤井女士住在东京 家里没有电视 基本生活用电 大多数来自三块 太阳能电板与蓄电池 天气好的时候 烤片鱼要一小时 烤熟鸡胸肉则要一小时半 这种日光舒肥法 甚至还能烤蛋糕和煮饭 日本三一一大地震后 东京曾分区限电 藤井女士决心 不再依靠外公电力 没太阳的日子 就踩踩特制的健身脚踏车 发电除电 直到这一两年夏季实在太热 担心食物腐坏 她才又买了冰箱 才不得已重新向电力公司申请接电 但煮饭仍是用全自制 清洁能源 有时甚至用蜡烛 过去坚持自制能源 清洁能源的藤井 曾被视为疯狂 但在正被普京掐着脖子 用能源威胁的欧洲民众眼中 她或许是某种 开源节能的先知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接下来我们就回到欧战本身 已经连续几天报道了 现在呢 乌克兰的军队节节反攻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前线 带给她很大的压力 所以她有意正式宣战 她宣战了以后的作用是 她在俄罗斯里面 可以实施戒严 而且她可以征兵 现在俄罗斯呢 在策动占领区 投一种公投 就是叫占领区的人 选择加入俄罗斯 借此呢 并吞乌克兰的土地 如果乌军还反击 俄罗斯就有了宣战的理由 俄军呢 在哈尔科夫遭到乌克兰击退 现在集中火力 攻打盾内刺客的战略城市 乌克兰发现 跟他们对战的是 专业的佣兵 凸显了俄国兵力不足的问题 乌克兰军收复了东部 哈尔科夫区的师徒 狼狈撤退的俄军 目前正集中火力 攻打盾内刺客的战略城市 巴赫姆特 两军距离仅数百公尺 乌军发现 与他们对战的 不是俄国正规军 而是专业凶狠的佣兵 俄罗斯派出佣兵打前锋 凸显了兵力不足的问题 总统普钦承受战事吃紧的压力 再度搬出并吞乌克兰的老剧本 俄罗斯政府策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 亲俄的分离武装分子 和当地的傀儡官员 居心加入俄罗斯的公投 借此并吞占领的区域 卢关斯克遭俄国占领的区域 当地首长表示 假公投不会被承认 也不会改变任何事 乌俄开战七个多月 普钦称入侵为特别军事行动 而非战争 除了是没有名阵言顺的理由 也是想尽可能维持国内正常生活 不过普钦在上周暗示要将战事升级 预计周三发表全国演说 俄罗斯前总统 目前是安全会议副主席的 梅德维杰夫发文表示 欢迎顿内刺客和卢干斯克加入俄罗斯 未来只要他们受到乌军侵犯 俄国就有捍卫的正当性 外界认为这是向乌克兰正式宣战的前奏 俄罗斯一旦正式宣战 普钦就能实施戒严 并大规模调动军队 国会似乎也在为宣战做准备 周二快速通过立法 要对在戒严动员时期的逃兵 投降者或是拒绝服从军令的人 进行严惩 普钦在20号的演说中 也要求加强国防武器的生产 战争对俄罗斯一般民众最直接的冲击 或许是再也无法吃到麦当劳 或是喝星巴克咖啡了 他们得要接受替代品 俄罗斯企业买下麦当劳连锁店面 更名后重新开张 在解决了薯条短缺的问题后 预计年底前将展店850家 乌克兰首都基辅 正宗的麦当劳在周二重开 民众要排好几个小时也不嫌累 因为大家都迫切的想要感受战争前的味道 TVBS新闻总和报道 全球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展望今年到明年的经济 我们所处的亚洲 可以看看亚洲开发银行提出的最新报告 在亚洲的部分 他的说法是目前是有危机 但是还不到经济衰退 开发中国家的经济成长全部被下调 这次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和香港的经济放缓的速度太快 因此冲击扩大 中国严格的防疫清零 影响了消费生产扩及供应链 中港两地今年的经济成长估值 大砍了1.7%甚至两个百分点 那么整个亚洲开发中国家的成长率下修0.9% 只有印尼和马来西亚的经济估值已经上调 而亚洲其他国家经济成长率的总均值超越中国 这是30年来没有的事 在全球通膨持续高涨 乌俄战局未能缓解的情况下 总部位于马尼拉的亚洲开发银行 周三发表最新报告 对亚洲46个开发中国家的总体经济增长预测 今年与明年各下修0.9与0.4个百分点 来到今年的4.3%与明年的4.9% 这是亚银今年4月后再次下调预测 不过与上次受污二开战冲击而下调不同 这次亚银下修的原因是它 亚银把对中国大陆今年全年的经济增长预估 从4月的5%大幅下修1.7个百分点 来到3.3% 对香港的经济增长估值更是大坎两个百分点 只剩0.2% 亚银坦言中港之所以大幅下修 与至今迟迟无法放松的严格清零政策 对中港两地的生产消费甚至整体供应链 带来严重负面影响有关 受到这个疫情冲击 外部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这个国内的需求的这个恢复 相对于生产的恢复是比较缓慢 那么当前的需求不足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 一些企业出于自身的这个布局调整 开拓新的市场等方面的原因来调整它的生产线 应该说这是一种正常的经济现象 尽管不少外资无法忍受清零选择离开 北京当局一方面声称这是正常的企业调整 另一方面也清楚认知国内经济预政法力的现实 为了刺激经济几乎使出洪荒之力 不但中国央行在人民币持续贬值的当下 仍坚持降息试图让更多的资金能够进入市场 国务院更投放高达三千亿人民币的政策性 开发性金融工具来支持基础建设 想要透过增加政府投资来提振市场与消费 然而收效并不理想 国内经济恢复的基础仍然不牢固 那么正处于经济恢复的紧要关口 要着力用好新增的三千亿元以上 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加快资金投放 相对于中港经济的预政法力 亚洲其他国家则已陆续复苏 亚银这次上调了对印尼与马来西亚的GDP成长预估 亚洲其他开发中国家的总体GDP成长预估值 更比中国高出两个百分点 亚银坦言尽管下修成长率 但是预估并不会出现经济衰退 只是仍有风险需要注意 鉴于能源或食品价格将因此持续攀升 亚银把金明两年的通膨预估值调高至4.5%与4% 不仅开发中国家的通膨居高不下 亚洲的已开发国家日本也在原物料飞涨 与日元极变的压力下出现1991年以来最高的通膨水准 日本政府已经决定拨款3兆来补贴油价 并且对贫困家庭每户发放5万日元补助 但是当前日元相对弱势的货币宽松政策仍然将持续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两岸的十月都过国庆 中国的十一国庆越来越接近 各地加强核酸检测 而中国大陆坚持疫情就是清零 各行各业在第四季巨大的经济压力照顶 北京环球影城才开幕一年 因为疫情今年被迫关了两个月 到8月底的时候 已经据说裁员了25% 四分之一的员工走路 而香港大型的展会很多都办不了 那么参展商因为香港入境还要隔离检疫 虽往亚洲其他国家办展 香港的经济也非常不乐观 动画电影角色大游行 北京环球影城欢庆开幕 一周年乐园沉浸在欢乐活动之中 我们大概从冬天开始频繁的来这儿 现在感觉非常开心 能参加这个一周年那个纪念 盘点乐园一年下来 吸引了1380万人次游客 甚至调查有九成游客 愿意再次光顾 北京环球影城更成为北京旅游的亮丽招牌 从环球去年开展到现在已经来了80多次了 其实环球已经成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尽管乐园受欢迎 但大陆严格的防疫 让北京环球影城也难免受到影响 先前华尔街日报就报道 今年5到6月 由于北京爆发一波疫情 迫使乐园关闭两个月 并解雇了一些员工 截止8月底 员工数比开业时减少了25%左右 大陆动态清零政策 让各行业面临巨大经营压力 却丝毫没有松动迹象 面对即将到来的大陆国庆11年假 各城市绷进神经 进上海要有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 抵达当地后还要马上再做一次核酸 上海因此在机场火车站和高速公路 入城口都增设采样站 我们今天是下了火车直接来做核酸 建议把扫码的人员再安排一个 这样可以加快点速度 采样站前排多长的队伍都得乖乖照等 没检测寸步难行 疫情才稍微缓和的西藏 更严格要离开当地的人 先跟居委报告 离开前五天至少做三次核酸检测 香港的疫情则持续回落 20号单日新增5594例 18月以来疫情低位 港府已经同意在明年2月12号 复办香港马拉松 预计开放25000人报名参赛 在这几天里面都听了很多市民 特别是一些想报名 跑马拉松的跑手的意见 田径总统也收到很多这方面的意见 大家在考虑过情况之后 也都很快做了一个决定 以往的香港马拉松 都会有国际选手参与 周回复办就是不想再错过 香港与国际接轨的任何展会 在疫情下 香港错失不少举办大型展会的机会 卡在入境检疫隔离 海外参展商到亚洲参展 转向新加坡 菲律宾等国家 香港展会中心 几乎成了文字馆 从事展览服务30多年的业者 坦言深意大受影响 更直言再继续下去 不只展会行业撑不住 整个香港经济也难有起色 香港社会急迫希望 能尽快达成入境免隔离 就怕时间再拖下去 过往金融中心地位更加不保 TBBS新闻综合报道 纽约是联合国大会开会的日子 联合国大会的各国领袖演说 周二开始 这是疫情之后 第一次世界领袖大集会 焦点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第一天登台的 包括法国 德国 日本 波兰 意大利领袖 都以这个主题齐声批评俄罗斯 联合国秘书长说 地缘政治分歧 已经破坏了安理会的运作 到一生早 世界领袖陆续抵达联合国 位于纽约的总部 参加联合国三年来首次实体大会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 开场就直言 我们的世界面临大麻烦 警告巨大的全球功能障碍 呼吁193个成员国 团结寻求全面的解决方案 今年联合国大会的焦点 无疑是即将满七个月的乌克兰战争 联大上周投票通过 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可以采事先录影方式 发表演说 俄罗斯总统普钦 则不会出席 法国总统马克宏在30分钟的演说中 呼吁各国在乌战中不要再观望 保持中立 今天的沉默将导致新帝国主义 德国总理肖兹 在他第一场连大演说则表示 只有当普钦意识到 他无法赢得这场战争 才会放弃 他摧毁乌俄两国的帝国野心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痛批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大大动摇联合国创立77年来 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 形同践踏联合国宪章的理念和原则 岸田在场边也会见 英国新任首相特拉斯 共同谴责亲俄势力 在乌克兰推动公投 唐宁杰发言人表示 英相也谴责中国大陆对台挑衅 威胁日本经济海域 双方决心共同应对北京的战略威胁 岸田另外也与土耳其总统 埃尔多安会谈40分钟 重申不管在什么地区 日本都不容许以武力片面改变现状 埃尔多安在连大演说上则强调 土耳其在停战和恢复黑海谷物出口上扮演关键的角色 有意做乌战调停人的埃尔多安 周日接受美国PBS访问时说 入侵不可被正当化 他已要求普京把土地归还合法所有人 普京也愿意尽快结束战争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则利用联合国峰会 再批俄罗斯导致全球粮食不安全 美国总统拜登预定美东时间周三登台演说 将全力谴责俄罗斯 白宫国安顾问透露 拜登将呼吁各国是俄罗斯发动战争 违反联合国宪章 但演说中不会提把俄罗斯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除名 体育新闻综合报道 接下来看日本最近推行一种内政的做法引发反感 日本存在了种族归纳的歧视现象 叫做racial profiling 统计显示超过六成在日本的外国人 汇雪儿会被警察无故盘查 这里面七成的人都会多次遭到拦检 警察拦检的时候会翻查随身的包包 文秀钱包 美国的驻日大使馆曾经发表声明 关切日本警察对外籍人士的盘查行为 西方社会常见白人至上 在日本也存在着大和民族用约 一身有黑皮肤点着非裔发型 走在日本街头格外鲜艳 这位非日混血儿中尾云临鲜鲜 虽然有着日式姓名 也说了一口道地日文 但外表却让他几度困扰 今年27岁 在日本求学的中尾先生表示 人生第一次被拦检 是在中学时期 随着年龄增长 在警察眼里就变得更可疑 常常与一群朋友走在路上 只有自己会被叫住 心里很受伤 又不知该如何是好 建认疑 organs 西方社会 contag标 公民族表示 你看起来很可疑 这种陷入为主称作种族归纳 是受到联合国公开呼吁 必须防止的人种差别行为 然而日本律师团体调查 有超过六成的履育外国人混血儿 过去五年曾被警察随机拦检 其中七成多遭遇多次盘查 供权力的偏颇引起美国驻日使馆关切 透过推特表示 注意到日本警察一再的种族归纳行为 对此东京律师会召开学术研讨会 公开相关调查与试剂案例 巴哈马日本混血的英文老师 拍下在自家大门被骚扰过程 警察不止搬出执行公务 合理无故盘查 其间还用胸膛顶着受查者 颇具威胁意味 人民保姆的歧视行为引发非议 日本警备最高机关警察厅解释 去年因盘查成功举发超过2.2万件刑事犯罪 强调蓝查能预防重大犯罪 有助稳定治安 但仍会谨慎作业 以免造成误解 前警备高层则建议 要避免纠纷 必须从警察基本教育做起 学者强调 警察的种族歧视行为 最终会导致社会分裂 不得不严正对待 警察厅也因此对各行政区的盘查行为 进行调查 以修正警员执行时的应对 维护治安 也尊重人权 体育业新闻总报道 画面上这位年轻的女性已经相效欲运 她们全家人到伊朗首都德黑兰湾 22岁的她没有戴上头巾 警方当街把她拖进车里 然后进行再教育拘留 陷入昏迷送医三天之后 22岁的她就死了 目击者说 其实警方是对她殴打 但是警方否认 说她是因为心脏病发 伊朗民众的怒火 整个被点燃了 接连五天上街抗议 抗议的冲突 造成五人死亡 百人被捕 而全球声援这个女孩子 土耳其 加拿大 德国 都认为像这样一个 落后性的法规 应该要修改 同时警方应该说出实情 民众激动的高喊口号 高举头巾在空中挥舞 伊朗街头近日示威人潮不断 造成至少五人死亡 七十多人受伤 刀火线就是22岁女子阿密尼 因上街没有佩戴头巾 被道德警察逮捕后陷入昏迷 三天后宣告身亡 阿密尼的事件点燃全民怒火 民众指控阿密尼是被警方毒打至死 但当局却否认 声称死因是心脏病发 但根据死者家人的说法 阿密尼健健康康 没有心脏问题 全家人来到首都德黑兰 拜访亲戚 结果女儿却被警方燃住 强行拖进警车 还进行长达一个小时的再教育 事后伊朗官媒发布监视器影像 来证实阿密尼确实是在拘留期间身体不适 引发昏厥 但画面的真实性遭到质疑 伊朗警方对外声称 阿密尼的死是不幸的事件 但仍压不住要求凌清真相的声让 示威者连续五天涌上街头 已有上百人被警方逮捕 事件也引发国际公愤 土耳其最大城伊斯坦堡 周二有大批示威者走上街头 谴责伊朗当局 在德国柏林女性示威者 透过检法来声援表达不满 而在另一头加拿大多伦多 群众则高举死者阿密尼照片进行抗议 阿密尼的死亡 严格的犯罪和犯罪 必须被证实地、不合适 和实际地证据 与一个独立的公司 保证与她的家庭 能够到正确和真实的 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事处 要求伊朗就事件展开调查 并指出近期收到大量道德警察 对未穿戴头巾的妇女 实施暴力的通报 呼吁废除歧视性的法规 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 伊朗当局便对所有妇女实施强制规定 要求在公共场合必须佩戴头巾 并且穿上宽松的服饰 掩盖身材 为这可以受到罚款 监禁或鞭打等惩罚 但越来越多人提出异议 伊朗女性在公开场合 严格的服装规定下 不幸酿成汉事 在真相出如前恐持续发酵 TPB的新闻总和报道 而韩国人的集体公愤 则是哀联另外一个女性 是首尔地铁的女站务员 她被男子三年了跟踪骚扰 最后在地铁的女性化妆间 被她尾随砍死 首尔警方公开凶贤的身份 移送地检署 她坦诚是不满 被女子两度提告 之后辖院报复 南韩人认为这个男子 从头到尾没有一丝悔意 而这三年期间 这个受害的女子 两度提出告诉 但是警察厅法务部 都态度消极 放虎归山 让被跟骚的人最后惨死 整个跟骚法的量刑太轻 因此执法一年之后 类似的案件层出不穷 这个女孩并不是南韩 第一个被跟骚之后遇害的 这些事情都让南韩公民 无法再忍受 上个星期 在首尔新唐地铁站 犯下跟踪砍杀案的 31岁被告全住换 21号早上被首尔警方 移送地检署讯问 首次摘下口罩面对媒体 为让民众提防警戒 首尔警察厅公开完整身份讯息 全姓男子真实样貌 第一次在镜头前曝光 现场挤满媒体和抗议民众 为死去的女战务员发声 全姓男子跟踪骚扰女战务员 长达三年 两人曾是同事关系 男子向警方坦承 是因为不满女战务员提告 又被法院求刑九年 才会辖院报复 女战务员生前最后一次 以根骚罪对男子提告 希望法官判处重刑 全姓男子却向法院 多次提交回过书 公称自己是酒后失控 企图逃避刑则 当时调查单位和法院态度消极 也引发放虎归山的争议 南韩国会女性家庭委员会 调查报告出炉 指控法院拒发居留状 首尔警察厅的无作为是严重失职 就连两人最初相识的职场 首尔交通公社也被起底有熟失 在进入首尔交通公社之前 全姓男子就有散布 违宪物品罪等前科 但交通公社仍是聘用限制 仅针对网路犯罪者 因此为取消男子录取资格 而男子离职之后 交通公社又未将其内网权限删除 让他有机可证 南韩近期发生多起跟踪骚扰案 与新唐站砍杀事件相同 最终都演变成了震惊社会的重案 但翻看从去年初到今年6月 南韩申请保护令的受害者 对加害人二度提出告诉的案件 多达7772起 当中却只有2.7%的加害人 被立案拘留 南韩跟踪骚扰处罚法 下个月即将实施满一周年 目前一个月仍有超过2000起 相关跟踪案件通报 类似犯罪层出不穷的主因 正是因为量刑过轻 统计发现违反根骚法 遭起诉的案件 每实践当中仅有两起 被法院实际求处徒刑 另外有4成被判缓刑 两成仅被易克罚金 外界纷纷质疑 认为各方若能更积极介入处理 就有机会阻止憾事发生 南韩跟踪法上路一年 法务部酝酿修法 加强对受害者的保护力道 大法院量刑委员会如今也拍板审议 将演理制定更具约束力的量刑标准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来看串流平台 减价的减价 分润的分润 迪士尼串流平台 迪士尼加上个月 称霸全球订阅户最多 赶上了15年的老大哥网飞 迪士尼plus宣布在12月 要推出有广告的订阅方案 而网飞赶快提前实施广告方案 来挽回救护数 那么另外网路影音龙头 YouTube不断推出新策略 来跟抖音竞争 现在YT宣布要让短影音的创作者 可以参与广告收入分润45% 无论是健身恶搞 还是把当红节目片段 做成YouTube短影音 背后的创作者都有望 从明年起分到45%的广告收益 YouTube目前一般影片 创作者能获得55%的利润分配 如今让短影音也有份 为的就是力拼劲敌抖音 抖音两年多前风靡全球爆炸性成长 让倍感威胁的YouTube 随即在2020年9月 导入最长60秒的YouTube shorts 短影音服务 目前月浏览人次已经超过15亿人 这间网路影音龙头 更在今年4月 启动1亿美元的基金 鼓励用户多多发挥创意 拍短影音 YouTube最近在推出 全新的收益分配计划 不但规模比一次性的基金更大 也让创作新手能够以更低的门槛获利 而拥有YouTube的谷歌 今年上半年的广告收入 则达到142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9% 以短影音起家的抖音 根据纽约时报报道 目前已经有40%的美国年轻人 把它当作搜寻引擎来使用 尽管一份上周出炉的调查才指出 大众在抖音上搜寻到的资讯 有将近两成是错误的 人不减齐受欢迎的程度 以全球总订阅户来说 Disney Plus才在上个月宣布冲上2.21亿人 已经超车耕耘15年 Netflix的2.2亿人 此外Disney Plus还宣布要推出 有广告的订阅方案 每个小时最多4分钟的广告时间 Netflix则打算把原定12月 推出的广告方案提前一个月执行 两家都是月付7.99美元 这个月中还举办了 两年一度的迪士尼博览会 公布包括Disney Plus在内 未来两年的制作计划 亮相的像是将在明年上映 迪士尼经典电影 印第安娜琼斯最新的第五集 从年轻一路演到老的主角 哈里逊福特 也亲自站台宣传 含泪致谢 另外经典卡通小美人鱼 全新改变的真人版电影 也曝光第一支预告片 不同于典型迪士尼公主电影 这次找来飞翼女星荷莉贝莉担任女主角 除了电影外 跟发布一系列全新电玩游戏 这款四人合作的冒险游戏 2023年会在任天堂switch上线 今年则有紧张刺激的赛车游戏推出 群雄并起的时代各家推陈出新 力求不再激烈的竞争中败下正来 TVB新闻综合报道 她会是北韩领导人的女儿吗 9月11号北韩欢庆建国74年 南韩媒体在朝鲜中央电视台 当时播出的歌舞表演当中 发现镜头一直给这个小女孩特写 而且还带到台下的领导人金正恩 跟她的夫人李雪主互相凝视的画面 南韩媒体高度怀疑 在转播当中 频频出现的这个女孩 可能就是金正恩9岁的大女儿 叫做金珠爱 谢谢您今天跟我们一起focus 全球新闻人祝您平安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